这个名称 然后呢 Super类别指的是负类别 那负类别预设因为这个开发环境 本来是开发Java的 那我们把它拿来开发Enjoy 所以特别注意 Super类别呢 请你把它delete掉浏览一下 要选哪一个呢 你打个A 大A Activity Activity 这个地方的话选择Activity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类别 它的负类别是Activity 所以呢它也具备了Activity的所有的一切 这个你要去实作它的方法 它的属性等等 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空的一个类别 就是叫做GDD01底线Charge 然后呢 Essence这个Activity 但是呢 你会想说 老师那现在怎么 只有这样而已哦 那那个Uncreate怎么办呢 Uncreate的那个方法 我怎么去实作 当然有几招啦 你可以怎么样 有些人是直接 切到GDD01 把Uncreate的方法复制贴过来 可不可以 或者是怎么样 你如果要让Activity的方法自动出现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什么程式码 它可不可以自己帮你产生 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类别 所以呢 各位可以在什么呢 直接在这个上方按右键之后 有个程式码 它可以自动帮你产生 就是自换 实作方法 也就是说里面的方法 它会自己帮你叫出来 那我希望把那个Uncreate叫出来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面找Uncreate里面的相关的成员 成员的变数啦 方法啦 属性都在这里 那其中有一个你打个O 或者ON好了 你会发现的往下找 会有个Uncreate出现 有没有 Uncreate打勾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帮你去实作 按确定 自动就出来 Uncreate的方法出来了 有没有 那当然以后如果你要实作什么 实作里面包含 比如说除了Uncreate之外 还有别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实作的话 像里面你要实作那个Unstart Unresume Unpause的话 一样的方法嘛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那我们当Uncreate的时候 要怎么样 载入一个View 那怎么载入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是在这个Super下面 打一个List List指的是ListActivity ListClass 就是这个类别 点下去 它里面有没有一个方法 叫做Set ContainView 你打一个Set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Enter一下 它会问你说 当这个Activity 它被启动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帮我载入这个Layout R点Layout 点下去有没有 会出现买Layout出来 用选的就可以了 这样一定不会错 再一个分号 OK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当我去执行这个的时候 它会帮我把这个画面给带出来 也就是说 刚刚这个 就是按一下计算的时候 这个画面 因为我去呼叫它嘛 它就会出了 可是这样还没结束 你会发现呢 有这个之后 才可以